大家好,我是孫女 上一集的台南冷门景點 最後一個支線任務是粉絲推薦我去南華一個迷猴保護區 不但可以近距離接觸猴子 而且應該不會有被威猴的風險 原本是帶著輕鬆的心情想去看猴 沒想到從猴猿主人那邊聽到過於震撼的故事 讓整趟旅程完全變掉 那麼就隆重為大家帶來這一集 台南冷門景點下篇 我只是看個猴子卻變成動物星球頻道之 是猴猴血淚史 喔!到了! 猴猴區 猴出現喔! 欸!他還摸著在看板耶!超好笑! 這啦!這啦! 現在正中午比較熱 所以猴群會稍微退到後面的林子裡面 喔!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參觀啊? 閃猴區主園區是我們這裡 他過來了 你看他路過 喔!他路過 欸!對!他手都受傷耶 如果看到這種嚴重外傷 斷手斷腳的猴子 不是猴子打架 是農作區放捕獸夾陷阱 蛤!真假啊? 傳統農業區多半老農的觀念還是很長 因為像現在社會企業要憑ESG這些氣氛就是很重要的 都涉及到環境跟保育的議題 那你們這邊是種什麼水果? 這座山主體是以芒果為主 然後附加小部分的農業 以我們自己預警難化的案例就是愛姆芒果現在賣不好 是因為動保分數太低嗎? 對!我們現在常說的社會企業環境責任法ESG的那些評分沒有過 所以最大的兩個市場 日本跟韓國訂單減少 有被退貨這樣 對!我們台南的單被取消掉 那轉移到屏東訪山訪寮 那一區大部分有配合屏科大跟領館處的轉換作業 全部做保育提升 老鷹紅豆、貓頭鷹鳳梨 那邊的分數非常高 喔!難怪!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吃了芒果冰 因為我自己是東海大學生物系畢業的啦 那目前全台山林管理、彌猴管理跟農業整合的老師 是我的老師 那這幾年就回家鄉 喔!所以這裡是你家鄉喔 這個彌猴區一開始創圓的彌猴也是我公、我來公 對!所以我從小 所以你是彌猴園孫子 對!我從小看了我爺爺協助國家做保育 那現在彌猴園經營的還好嗎 就是彌猴園經營的狀態 只算持平就是我們沒負債 土地、經費、人力、資源都是我們家族自己出 也不是以引力為主啦 要引力不會做這些工作啦 一開始我爺爺其實是60多歲退休了 那毀下 沒事不要跟朋友去三產店 真的 我爺爺就農忙之後 朋友揪然後他就跟著要去喝一杯啦 老闆他抓了一隻猴子 中骨瘦夾然後在籠子裡面要直接炒三杯之類的 就進去就會熱熱的 想問要配什麼菜嗎 這裡有一個狗喔 要炒菜嗎 然後我爺爺那天不知道怎樣就是佛心來著說 老闆不要 賣台啦 這隻我賣了 憑什麼叫人家不要殺 口袋的錢就掏給人家 這隻我買的 就我買了 那天我爺爺就喝酒吃小菜 然後不吃肉 對那反正就不知道怎樣 他那天就把猴子帶回來了 那看他送壽甲也怕他不會找食物嘛 就丟在我們後面的籠子 對先讓他野放就對了 然後在籠子裡面撒一些水果 就看他會不會去撿啊 那吃著吃著 阿公看 太對啊 一隻猴子應該不會吃那麼多啊 怎麼 我撒的Cure料料 他就開始躲在旁邊觀察是不是 有其他的猴子 就丟子裡面的野猴靠過去之類的 後來真的是 就是丟子的猴子會靠過去撿他撒的那些食物啊 那他覺得好玩 就從本來一小袋變成一大袋 然後一大袋變兩三袋這樣子 可是到後續的時候他發現 猴子的量比較大 繼續餵會不會出問題 量太大會不會造成農損之類的 一不做二不休 我阿公飛去日本學保育 你阿公這麼狂呢 真的不能跟朋友去三產店耶 他在日本交流的時候發現 國際長遠的發展一定會抗環保跟動保 可是台灣那個時候完全沒有觀念 他那麼早就知道了 因為他去國外交流的時候發現 像日韓已經在進步了 台灣那個時候完全沒觀念 所以我爺爺在日本交流的時候 他就學得很認真 趕快把保育的東西帶回台 我們的規劃方式是以這條環山道路做分界 馬路到山下那條台三線主幹道 中間的林區規劃成農作區 果園區盡量讓農民開發跟使用 那相反馬路開始往後 後山這邊山頂了 森林不要再開發留給動物 可是隨著年代帶動觀光跟人潮 遊客越來越多之後 民進的長輩開始申請 然後要做生意 那做生意大家都想做 安全維護不會去落實 或者很簡單的 餵的食物很重要 像高雄壽山糖果餅乾麵包都亂餵 對啊為什麼他們那麼兇啊 其實野生動物的食物管理很重要 那我自己不會去講說不要餵食 這句話的宣導非常有限 而且在台灣的文化目前做不到 所以餵食的話 餵的食物要根據動物的習性 像動物園需不需要餵食那些 肆育的動物 要餵食嘛 可是得根據它是吃什麼的給什麼 那猴子野生動物在山林 是吃大自然的食物 沒有人類的加工食品 韓國餅乾麵包饅頭八包 這些都不是大自然會有的 一旦餵食給猴子給動物 他們吃多了會開始學 原來人類的食物 這麼好吃 對 而且味道比較香比較重 熱量也相對比較高 營養源比較高 所以他就開始不想要吃自然的食物了 因為在山林吃很慢 而且又吃不飽 味道又不香 如果去找人類的食物 又快又好 對塑膠袋提帶被包 再來防射區裡面 塑膠袋瓶瓶罐罐冰箱 那猜後照鏡的是 那個是 另外就是要玩耍了 可是猴群就會發現 我比起在山林找食物 我來找人更快 更有效率 更好吃 對 因為其實猴子食量很大喔 可以猜猜一隻猴 成年的猴子一天要吃多少食物 就吃到一公斤嗎 超過 超過一公斤 對 大胃王 大胃王 吃比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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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成年的猴子一天平均就是吃四到六公斤 才會是完整的飽足狀態 難怪他們到處打砸搶了 對 那一天要四到六公斤 在樹林摘樹葉根莖葉啊 什麼的 吃到飽要六到八個小時的活動時間 累了吧 邊吃邊活動 它的熱量消耗還是很快 真的耶 那相反只要找人群呢 搶塑膠袋 它可能兩個小時就可以找完一天的食物了 嗯 它有好幾個小時可以玩 對 它就增加很多休息或玩耍的食物 真的耶 熱量比較高 對 甚至變成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夠了 那再來猴子又是群體性的動物 所以當一隻猴子有偏差行為攻擊行為之後 會所有東西在活動 所以高雄壽山變成所有的猴群 大部分的猴群一直下傷 之前在壽山有遇過一個狀況 保育警察的小隊長 攤商在做生意的時候 招攬有客買東西去餵猴子 所以警察過去就勸禮嘛 輸導勸禮說 欸不能餵喔 然後他開單的時候是開勸導單而已 也沒有開法喔 然後是開給客人 讓客人離開而已 攤商跑去找明袋 然後明袋去找小隊長 因為擋人財路 擋到人家做生意了 那被關切完之後就好一陣子 比較真的很鬆散幾乎都不去管客人 攤商做生意很開心 換動保團體去找明袋 這邊的警察都沒有執勤 都沒有在管制遊客 胡亂餵食 攤商做生意 小隊長又被寄過了 小隊長好可憐 對啊 所以他開單也不是不開單也不是 只好請攤商在服務處前面擺攤 讓遊客餵食民帶了 那要怎麼矯正這些有劣跡的猴子呢 如果還是一樣會有民眾餵猴子 攤商要做生意 我無法禁止所有人餵 那我乾脆反過了 你可以合法餵 把它完整規劃成一個生態互動區 把猴群稍微集中到那個管理區裡面 那要餵食猴子的客人請都到那個管理區裡面 包含攤商也會經過一定的那個教育培訓 正常學界的教育就是說 完全不要餵食人的動物 不太可能全面管制 所以我們的大目標都是先從 開放餵食的情況下 配套的落實就好 跟奈良的路一樣 奈良的路源區其實最早年的歷史是 蜀態農作物 後來轉換成生態輿流的區域 而且他們擴大的範圍是幾乎整個 整個都市化 對 那這樣子周邊所有的產業 都可以一定帶動行銷觀光 而且他們只會賣路仙貝 對 那個路仙貝就是從原本地區的農產品 收集之後再做一個工作 再給攤商去賣批貨 這樣子只要有參與到環節的都有收益 至少會把一個 本來會各種衝突的東西稍微淡化 想不到入園至今 猴子才看到兩隻 就先被上了一堂生態保育課 而且你們才看了8分鐘 我的現場可是上了真正58分鐘 不過正是因為這一堂課 好像對猴子們有更多的理解 終於要帶著充實的知識 踏進冥冥不到5公尺的猴園裡面了 那現在正中午菜熱 其實猴群大部分真的都退到林子在休息了 哇 那他們差不多什麼時候才會出來 正常可能要1點半2點 平常你們會主動餵他們吃東西嗎 對 倉庫前面這邊有枕落的水果籃嗎 我們每天都得做管理餵食 配料碗撒上在林子裡面 他們吃什麼 任何的水果類自然類 有綠葉的植物 猴子全部都可以吃 那我們在這裡也是為香蕉給他們吃嗎 我們這邊 香蕉花生 是簡單香蕉花生 那遊客來自己帶任何水果類自然類都可 那給食物的時候飼料桶請稍微捧抱著 這個抱是猴子抱小猴保護的動作 好 那給的時候 然後輕盡就放手掌 手伸好 就這樣而已 喔 就這樣而已 對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喔 那我一個給你 它肚子上的小小猴就不用給了 喔 剛好它在眼前 好可愛喔 右手邊這一隻 有沒有仔細看 它的兩隻左手右手的手掌 黏在一起 它那邊的 病指 對 那個是激情侯 它我們平常的習慣是讓客人在停車場跟步道這邊 這樣或是拿完食物就可以往旁邊的草皮退 對 情緒就會都比較反和 這隻小猴子也可以給嗎 可以 猴子吃飯自己會排隊 就是長幼秩序 真的耶 那人只要手伸好 他們會自己排隊 來 好 好 好有秩序喔 食物有控制好的猴群 會其實 食物沒控制好的 絕對不會這樣子 欸 它們真的會排序耶 那我丟一個看誰敢去搶 是一個社會實驗 你看 沒有人敢 沒有小孩敢去搶 來 它的備份比較大 喔 它們的長幼 備份跟年紀沒有關係 直接關係 是跟鞋跟血統的 喔 血緣喔 家族 公會主大平民百姓小 正公娘娘的孩子是東公太子 三歲小孩也比別人大就對了 太子爺太子爺 原來猴戒手抽也是很重要的 雖然猴猴很可愛又很有秩序 不過一旦被情勒集團給鎖定 直接抓骨 欸 你還沒吃完 一隻手藏著一個香蕉然後再跟我要 這個是耍賴的意思嗎 來 多多益善來者不至於 加碼加碼 香蕉到手 但情勒集團還沒放過我 它要花生啊 我沒有花生啊 喔 原來沒有花生 喔 它有 欸 爛掉捏啊 我沒有花生啊 丟到我 它 它 直接剝掉耶 禮貌呢 又來 還來 後來我終於發現 原來花生就在香蕉的下面 才正準備教大家 夾頭刀喔 那它又來了 喔 你怎麼會來就要夾頭刀耶 又是你 而且後來發現情勒集團首腦 一直跟我情勒花生不是沒有原因的 欸 它很聰明耶 壓低板揉碎 這樣子頭刀膜就直接碎開 喔 好厲害喔 這事實上也太高了吧 比你阿嬤還要會吃耶 它已經吃花生 吃到粗神入化了 因為五到九月 正值猴猴的生育劑 所以很難得可以看到 超多超可愛的小猴 它在哺乳耶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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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死小孩 小猴那種玩 味道 好可愛 好可愛喔 牙齒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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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在牙嘴巴裡面 打包打人耶 第一次如此近距離接觸 覺得猴猴 более可愛的犯規 不過中途還是發生了一些大場面 躺著跟他們拍照會有危險嗎 services baik 喔喔喔喔喔我被圍攻了 你看 他還沒吃完他都不敢 哇哦哦哦 哎哎哎哎 哦哎哎 方派斗争了 鍵盤站式 香蕉花生一瞬間就被勤勒完畢 停下來才看到豪原的風景 其實還不錯 站在我們斜坡這邊的時候 可以看從那邊的山峰 一路順鎖山市這樣過來 這條馬路以下全部都是果園 整座山都拿來做農產業的發展的時候 农民或是民代 他们不管怎么介绍 一定是说猴子太多去过人 他们不会反过来说是 这么大范围的森林 全部都作为农业用地了 动物到底要去哪里 每一个农民都不希望 他那边有动物都是赶就对了 可是动物到底要去哪里 它是没有空间的 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人猴冲突也越来越高 屋山的猴群里 也不乏这样的猴子 他那边受伤的样子吗 那个伤不是猴子咬伤 那个是训练过的猎狗咬下去扯开的 他在抓耶 他的脚是受伤的吗 他是天生畸形 他会倒立着走对不对 你仔细看他后脚 真的他倒立着走耶 对他后脚只有一根指头长长 他没有脚掌 他就是伙伴的小鸟 所以他是为了自力更生 他就用手掌撑着走 太猛了吧 手掌也畸形 他手掌的指头是交叉的 为什么他畸形 因为进行交配吗 对 那表示他们的土地逐渐在流逝当中 他的族群刷不出去 猴元孙子跟我解释 猴子是母系社会 母猴会领选身强体健又聪明的公猴 来领导整个家族 交配时也会选择优秀的公猴 来繁衍后代 而出生的公猴宝宝 一旦长到三四岁大 就必须离家独立通过试炼 加入其他猴群生活 猴群自己会避免进行交配 他们知道不能再跟这里的人混在一起 一个山区如果猴子有什么状况 表示有进行交配 通常就是畸形的猴子 高雄寿山财山 现在是典型的是势力衰退 那我们这一区的是 一出生手掌跟脚掌的发育不完全 比例一旦上升了 或每一年出生的小猴 都有状况的话 这个山坡地的管理绝对不好 那这个就是农民在赶猴子的时候 造成的死伤 那这份记录主要的山猴 大部分都是在2021年的2月到6月 就是芒果季的前期 那有没有传统的常见的捕兽甲 然后再来的话训练过的猎狗 或山猪掉套索 对然后或者下毒药之类的 那这种都是乡下很常见在 赶猴子赶野猪造成的死伤 而且最丢脸的是 这不是我做的记录 是外伤的工作人员来判的 来追踪的 餐饮业观光业 或者饭店业很习惯秘密客 农产业也会被秘密客走放的 因为农作区都不是管制区 很容易就可以进出跟追踪 采购商的田野调查人员来之后是注定的 他们会长期在整个农作区做追踪跟记录 甚至直接去跟农民交流啊 你是说国外想要采购这些农产品 他们先来观察 他们会先来观察 而且现在像欧美或日韩的工作很严谨 就是他们前期的背调很硬 21年前面2月到6月 是派工作人员来注点调查嘛 那5月的时候是水果季前了 所以是科长以上的干部过来 干部来下去果园看到猴子拖着不受夹回来 直接遇到 我们国内的农产业文化 没有生命权的各教育 所以生产农产大家不觉得怎么样 在国外都很怎样 但其实还是有比较和谐的方法 可以防治猴子 比如说电维网 那听到店不用紧张 他像强力电文拍摸到票下很痛而已 那架设的工程款4分之3 由政府出农民出4分之1 农民一开始很多区域不愿意配合价电维网 不是因为电网的防治没有效果 而是因为土地 他们的土地是违法的 当然不是全部直接违法 而是旁边有国有地是黏在一起的 而且没有立即要使用的那些地 就会侵占 可能我五分地中一讲 那如果要申请这个补助的时候 然后地籍资料要查嘛 人家长官就会要求我 那我要把土地收回去 当然农民就不愿意啊 所以就会反复一直吵 然后就说 我的栽种很辛苦 反正政府应该给我补助啊 赔偿金之类的 轻轻交配导致的畸形 造成农损面临的危机 以及跟他们无关的土地纠纷 让猴猴们被各方夹杀 讲米猴的繁殖就好了 新闻去播都是说繁殖很多 繁殖很快 保育有成 农民陈勤抗议的时候会讲 保育过度繁殖泛滥太多了 应该扑杀 那有谁知道猴子一年生几次 一次生几只吗 不知道欸 猴子两年生一次一次一次 那听起来没有很多欸 对 流浪猫狗一年生三到四次 一次四到十只 对啊 猴子两年一次一次一次 那繁殖量真的有那么大吗 对 然后小猴的夭折率 光是第一年就高达37% 我们猴猴19年不是从保育类前三集 调降到第四集一般类吗 其实不是储民 不是储民 他依然受保育 以法文来说是针对猴子造成农损 农民可以申请国陪跟保险理赔 以及愿意做保育转型的话 补助谷歌变多 可是新闻没有针对这些法 回去介绍 他只有说猴猴下神坛 猴猴退出保育类搞得很乱 所以很多农作区未经承报 直接扑杀猴子 民众看小猴可爱开始抓当宠物 所以他现在还是保育的动物 猴猴在全世界永远是一级保育类 由国家机构管辖 是吗 猴猴是全世界医疗发展的指标物种 因为他跟人很接近 他跟人很相近 所以只要猴猴的保育做得好 永远在国际交流拥有话语权 猴猴好重要 可是台湾民大会觉得 我的选民对那一个东西他不理解 农民不觉得我把猴猴做好 是保护我的国家 我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我有钱就好 大家都比较短视近的意思 可是如果把猴猴跟生物医疗的资源 是串联在一起的 分享给普罗大众社会大众 其他的产业会开始抵制农民 农业发展 动物保育等多方的角力之下 让猴猴的问题 变得不再只是猴猴问题 但猴子却始终只是猴子 现在你知道有人来帮我出隔 小猴子 他帮我出6万块 要买一只 你知道那个人 他来帮我说 老闆娘 你们帮我买买吗 我说 没有啦 怎么可能 他说 不要嫁了 出一个 出一个 嫁小 我说 什么嫁小 他说 6万 6万 直接买 我说 你要做什么 他说 幻赏用 我说 你偶一只好够了 你在买什么 他说 宠物的 小只把我小只能买6万 给人家当宠物 对 所以你知道吗 前一阵子很多 黑道大哥 肩膀上都带着一只小猴子 表示身份很高大 他跟我说 你不知道 我们去那里 捏怎么捏 他说 用幼不笼 然后又捕 那个母猴 抱小宝宝的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 就捏到了 可是母猴我不要 因为母猴会围攻我们 所以他就把母猴打死 然后把小猴子带走 我说会不会太残忍了啊 你为了要他的小孩子 把他们家的妈妈打死 我说 你不怕营果报吗 他说 小猴子可水就好了 我说你养在身上干嘛 他说 行不不败 我们今年也有一个 阿丽呢 钓骨手脚 骨手脚在手 然后帮完的时候 我听到 咦 哪有那个小猴子 那个铁皮 卡卡卡的手 我说 你拿什么在玩 为什么有铁皮的声音 就说 啊 我突然想到了 我说 阿丽 捕手脚 嘿 结果我转过来的时候 他手上 这只钓的捕手脚 钓在这 捕手脚 他就握在手上 哦 结果那只钓 有十几天 手脚两天 二十几天 对 第一时间如果有打到就到的话 那只手不用截肢啦 中枪我们开始找哦 那个方位区都找不到 问题为什么 他们的母猴把他抱去藏起来咯 结果那个捕手脚 钓在他的手啊 钓二十几天 到那边直接拉扯 因为这个腐烂了嘛 拉扯断裂 结果他只剩下这一只 啊 因为知道我都叫他阿丽 阿丽 因为我心疼他这样 这个还不是那个咧 我们去年吧 去年冬季的时候 有一只母猴抱着宝宝 结果他的头皮啊 有三分之一 面积的头皮掀下来 可是你知道那抱宝宝下来的时候 是急着赶快拿食物吃 为什么 他死掉宝宝要死掉 他喂了宝宝赶快吃 吃一吃把宝宝喂饱 他死掉宝宝还可以过 哦 那个我哭好几天 对就没办法忍受 怎么需要这样上谈呢 去年的案例 农民在港口之后 拿开山刀直接看 就是套到了要直接看 哦 我不想看 很悲凉哦 可是我们都直接看了 我曾经有那个 屏東那边的客人过来 他说这狗可以煮来吃 我说不可以 他说 嗯 原住民跟送我一块 我平身里面还有一块狗的肉 我说一定要这样嘛 听到这里我真的只能说 我好像知道的太多了 内心大受冲击 最后我问侯宝妈妈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一家人 还愿意坚持下去 经营这个猴园 那么很多专家会骂我们什么 你会使动作就是破坏圣台 可是这也是争议的地方 我说区块不一样 为什么 我这里附近都是荣作区園 如果一天一顿不为他们 他没有食物来源的话 他必然会去找食物吃 就会损到人家的果园 孙人员他就会被捕杀 你敢知道我爸要哄起的时候 跟我搗带杀 他说猴子不行 为什么 他说猴子我们家的人 如果不敢傲 不敢坚持的猴子的物种 会在我们的手上归零 我不要他们消失不见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去看个猴子 我怎么最后会变成 仿不听了一场论文发表会的感觉 虽然我不敢说这篇论文百分之百正确 但看这一张张残酷的照片数据 跟一个个血泪的故事 确实非常有说服力 人跟野生动物真的有和平共处的一天吗 我想那天应该就是全部的人类都消失 有猫来统治地球的时候吧 上礼拜剪出一小段预告 就有人留言跟我说 这是个充满争议的议题 希望我不要上这支影片 我看到也是五味杂成 的确这东西不是正面题材就算了 搞不好还会让我惹上很多麻烦 不过我认真想想 虽然我经常探索台湾的美好 但也不得不承认 有些地方就是不够好 而且这些不好的部分 或许更需要版面 当然如果你对人猴大战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大家 如果你觉得隔着荧幕感受不到看着一只猴倒立走的3D震撼 也欢迎跟我一样亲临猴猴与他们的产地 而且我相信能把这篇论文坚持看到这里的各位 已经有所不同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不只有老鹰红豆 毛头银凤梨可以吃 还能来上一口猕猴芒果 猕猴龙眼 或是各种猕猴友善的食物 准备十多段 立列上女 我这边有卖水吗 欸有 不好意思 那我买一个鸡瓶 有有有水或運動飲料嗎 他那邊拍了一部微電影 不拿 不要不要這樣子阿姨 那個社區拍了一部微電影 我爸以前常在拍啊 他的片子太多了 是喔 對啊 阿姨真的不好意思 這不是他的片子啊 迷猴爺爺的故鄉 不知道還能不能播 如果能播的話你就拿回去放吧 好啊 連迷猴爺爺DVD也能蹭 給不給摸 牠出去曬太陽 真的啊 牠會攔耶 好酷喔 猴子也會攔 猴子也想攔嗎 貓真的是這世界的統治者 貓貓果然才是這世界的統治者啊